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董敏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敏月优敌课堂 今天呢我为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贴笛膜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下笛子 还有几样工具 比如说剪刀 笛膜 鳄胶和清水 我们先从笛膜包里选出一长条笛膜 然后宽一些的我们大小笛子都可以用的 如果比较窄的话 我们可以留给小帮笛 比如说小G调啊小F调的笛子用 笛膜一般是用芦苇膜做成的 所以笛膜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 需要选择一些比较细白 比较嫩然后柔软一点的笛膜 而不是特别厚发黄的笛膜 我喜欢一次整条裁开 等下次用的话就不用太耽误时间去裁了 下次需要换低膜 再继续使用剩余的部分就好了 比如说觉得裁 比如说用剪刀不太方便携带的时候呢 可以用牙签啊 或者是苹果手机的取卡针 还有耳钉都可以代替的 只要能把它轻轻的裁开就好了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膜孔的位置 需要贴的面积 差不多就是我们大拇指第一个关节的长短 继续不要太省低膜 因为太小的一块的话就非常难调整了 然后我们再剪出来这么多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底膜打开 会有内外两侧 刚才是这样合着的 我们打开之后里面的部分朝下 然后底膜自然的膜纹 就是纹路平行于底子 手指的食指要弯曲 对就像这样子 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平行于低膜的两边 大拇指与食指捏住低膜 上下轻轻的一拉 就会有褶皱了 这个褶皱是垂直于我们自然的膜纹的 下一步呢就是用褶皱了 我平时都是用褶皱去贴底膜的 所以大家不用纠结哪一个好 你用的时候呢就是用褶皱沾一点清水 千万不要沾太多 太多就把这个水腻一下就好了 然后拿起底子把磨孔抹匀 孔的周围都要上好胶哦 然后我们用干净的小指度擦干磨孔 内壁周围的水分 以免贴上去会让磨孔内上水 影响发音的效果 然后贴上去的时候也要注意先贴一边 然后再贴另外一边 贴上去的时候要注意松紧度要适中 上下左右也要轻轻的抹一下 要小心不要碰到底膜的中心 等稍微干了之后这样就算贴好啦 下一个步骤呢我们就要试底子啦 因为我们试底子才能知道我们刚刚贴的底膜是否是好听的音色 比如说我们再试一下我们的同音搜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高音的高音咪 好如果觉得非常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试一下音阶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底膜就是贴的非常成功的 如果说我们在贴的过程中难免是有的时候会贴的过于紧或者是过于松 如何去调整呢 比如说我们过于紧的话 我们就要用那个你的右手的食指去按压一下你的磨孔 可以去做一下 这样比较简单一个动作 差不多两三下就可以了 然后不要按压的过猛 如果过猛的话会容易按破你的底膜磨孔 所以要找一个适度的感觉 那么我们要如果说特别松的话 你会发现高音会非常难上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在试高音的时候 我们要试它的这个松紧度 如果说过于松的话 你的高音很容易就是很多杂音没有办法控制住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点点水 比如说沾湿一下你的手指 去按就把你的底膜两边两侧的部分绷一下 或者是有的同学是喜欢用哈气 然后再把两边绷一下 让底膜保持一个紧度 然后在演奏的时候 你会发现比较容易去吹奏高音部分 是吧 然后如果说过于的紧的话 那我们再用刚才的方式去做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用一个曲子去测试一下 我们刚才调的这个松顶度是否合适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有有关底膜的使用方式 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新浪微博 Dominidz来找我来问我问题 今天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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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